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,主要用来流放英国的罪犯,这些事实众所周知,一个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,最终变成了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。 澳大利亚并没有侵略掠夺过其他国家,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,殖民者到来以前,这里基本上是原始社会。 当然,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很丰富,但非洲许多国家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,怎么就没有像澳大利亚这样发达富裕呢? 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,但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并不是英国人,而是荷兰人。 17世纪初,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指挥下,为了寻找黄金,一艘荷兰探险船来到了这里,发现了澳大利亚这块陆地,以后的几十年内,又有其他荷兰人来到这里。 荷兰人虽然发现了这块大陆,但对他评价很低,认为这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土地,又没有黄金,没有开发的价值。 荷兰人基本上放弃了这块大陆,没有做进一步的考察或者占领,而且荷兰人对这块大陆的描述,让欧洲人在很长时间里对这里不再有兴趣。 第一波殖民潮和澳大利亚无关,荷兰人之后,英国人来到了这里,当时英国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和法国人争夺,两国在许多地方彼此争斗。 在北美,法国人被英国人打败,失去了大片殖民地,法国人转而在太平洋方面加紧探索,看到法国人的行动,英国人也加快了步伐。 1768年,库克船长率领一艘探险船,骑航出发,前往南太平洋。 在库克船长率领的这批人中,有好几个后来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,库克船长自己的作用则最大,被称为澳大利亚之父。 库克船长考察之后没多久,北美就打起来了,英国人一向有把罪犯送到海外的习惯,独立以前,北美是英国人流放罪犯的主要地方。 美洲人对这种做法很不满,深恶痛绝,但是没办法,英国是宗主国,他说了算。 北美独立以后,首先就把这事给办了,不再接受来自英国的罪犯。 英国人没办法,只好在泰晤士河上弄了一批废船,用来关押罪犯,时间一长,罪犯越来越多,逐渐人满为患。 据说,最多时有十万之众,社会日益感到不安,好几万凶徒被关在不远处河上的废船里,的确没法让人放心。 英国政府开始着急,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 这时,一个参加了库克船长探险的人提出,可以把罪犯送到遥远的澳大利亚去。 另一个参加了库克探险的人,给国务大臣悉尼写了封信,主张发展澳大利亚这块殖民地。 对,就是这个悉尼,那个城市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名字。 国务大臣看到了信,很重视,决定了,就是澳大利亚,把罪犯们送到那里去。 当然,悉尼并没有预计到澳大利亚的美好未来。 他有这个打算,只是因为在他看来,把澳大利亚当作罪犯流放地,经济等各方面都比较合算。 1787年,第一艘运送罪犯的船离开英国,驶向澳大利亚。 第二年初,到达了澳大利亚,在今年的悉尼上岸并起了这个名字。 第一年初,到达了澳大利亚,在今年的悉尼上岸并起了这个名字。 第一年初,到达了澳大利亚,在今年的悉尼上岸并起了这个名字。